嗨,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不够二十万粉丝却不再露脸的傲娇花姐 今天我们来看外星人入侵地球,人类建立防御圈抵御外星人 结果一个士兵破坏了防御圈,导致人类集体成河的科幻电影《白日孤独》 电影的背景是连在不远的未来 话说这一天,一种名为无双的外星人突然降临并入侵了地球,人类奋起反抗 但可惜的是在57年后,人类打不顾外星人,只能躲到了地下 为了防止外星人在进攻地下的避难所 人类在避难所周围的地面建立了很多守卫哨塔 每个哨塔都有一个士兵负责看守 每次换岗的周梯是一百天 这听我们的男主萨姆一号开始了围巾一百天的守卫任务 他和其他士兵一起前往了各自的哨塔 可让男主奇怪的是,他负责的地狱城哨塔竟然没有士兵与他交接 在使用了DNA启动了控制塔后 男主便迅速向基地汇报了哨塔的情况 基地那边告知男主,上一个执行的士兵已被临时掉走 他就是派往这里填补空虚的 听完基地的回复后,男主也没有奇怪 便开始了自己的任务周期 按照规定男主必须每隔12小时向基地汇报哨塔的情况 确认防御圈无任何问题后 基地才向他发送安全地保当天的密码 第一天的执行很快结束 第二天天一亮,男主就被电脑叫醒 洗漱完毕后,男主检查了防御圈周围的情况 便准是向基地上报了今天的情况 男主就这样日复一日的检守在地狱犬哨塔上 他也很快熬到了第14天 这天刚起床,男主在身上发现了一只小白鼠 但他并没有着急抓捕老鼠 反而还悄悄观察起了老鼠 而出在这时,哨塔内突然响起了警报 原来是另一束哨塔遭到了外星人的袭击 哨塔内的守卫和求助的流民无一幸免 这个消息让男主十分的恐惧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正规的军人 而是一个义务兵 没有见过外星人的他 总觉得外星人就在周围 可系统却用什么都没有检测出来 就这样提心叫胆的男主 在哨塔服役了29天 孤独的他和那只小白鼠也成为了朋友 他甚至为小白鼠起了一个名字 道格 之后由于哨塔的地区射向头出现了故障 男主便前去维修 在维修的过程中 他看到了一只被钉死在树上的乌鸦 乌鸦上还挂着一个士兵的名牌 好奇了男主收起了名牌 并在防御毒气释放之前返回了哨塔 回到哨塔后 男主立刻把名牌的事情告诉了上级 他在测试可能是某位同胞的 继续收到信息后立刻告诉男主 乌鸦的死可能是外界的流民射死的 名牌则是哨塔的前任守卫瓦克斯七号的 可能是瓦克斯七号在返回地下病障所时遗失的 几天后男主越来森林里发现了可疑的身影 他再次向GD报告了自己的发现 但由于防御权没有发出警报 GD便告诉男主不要担心 可能是野兽什么的 听完GD的回复后 男主总是已经感觉有些不对 还来到存放杂物的地堡 结果却因为发现了一滩干涸的血迹 通过痕迹翻写 他猜测可能是有人坐在椅子上 开枪自信造成的 而这是他正好看到了一旁的摄像头 男主便准备查看记录寻找答案 但他很快发现 自己根本没有查询记录的权限 这让男主更加好奇 他直接撬开了瓦克斯七号的柜子 在里面发现了一本笔记本 本子上还换了那只小白鼠 还有两个临近哨塔的标注 于是他按照本子上的标注开始搜索 让男主没想到 他高硬靠近防御圈 腿部植入的芯片就垫了他一下 很显然这应该是系统故意设定的 就是害怕士兵们随便跨出防御圈 无奈男主只能爬上了边上的大树 用随身携带的名牌反射阳光 向旁边哨塔发送了一段摩斯密码 接着男主又开始翻掌 瓦克斯七号执行时的录像 但这时哨塔内突然断电 他背后还出现了一个黑影 受到惊吓的男主 敢磨拿上武器冲出哨塔 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着急的男主立刻把事情报告给了上级 而基地那边也很淡定 他们只是派了一个电弓 就这样男主接受到了第61天 这天男主突然发现 瓦克斯七号的无线电突然响起 无线电那头是一个自称科尔四号的哨兵 他接受到了萨姆一号那天发送了摩斯密码 但男主刚表明自己的身份 对方就迅速切断了联系 第二天男主拿着无线电又爬上了大树 但无论他如何呼叫 科尔四号始终没有应答 无奈男主只能返回哨塔 但在呼喊四号时 男主忘了时间 防御圈内的毒气开始排放 没有带头盔的他就隐倒在边上 不过在昏迷前 他却看到一个怪物正在不远处移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 男主在哨塔边上醒来 联系不到任何人的他 只能这样呆呆地看着 就这样时间一晃来到了第86天 基地的电弓终于来到了哨塔 在维修电路时 男主把之前的录像放给了电弓看 电弓看完却告诉男主 因因只是故障导致的画面重叠 接着电弓便开始对电路进行检修 而就在此时 男主养的那只小老鼠突然爬到了控制台 电弓条件反射就打了老鼠一下 这立刻就让男主紧张起来 电弓告诉男主 之前七号也和你一样 把小白鼠当成了朋友 或许你也应该去看医生 电弓不细的态度 让男主十分受伤 他拿着枪威胁电弓 让他调出之前七号工作的视频 但要打开数据后 必须两个哨兵的安全码 男主以为电弓在忽悠自己 于是就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不过电弓也不是吃素的 他让男主一个不注意就捅伤了男主 虽然男主受伤了 但他还是很快制服了电弓 打了一会儿后 两人都累了 瘫倒在边上 这时电弓突然告诉男主 他曾经遇到过外星人无双 外星人发出的尖叫声 会让人产生巨大的疼痛 但此时男主压根不相信电弓的话 他随即就将对方关进了地下室 之后男主简单地处理了一下伤口 谁知就在此时 无信电突然响了起来 那个4号终于说话了 他把自己的安全码给了男主 男主这才成功进入了系统 看到了7号的视频监控 他发现7号刚开始十分的正常 但随着执行的时间越来越长 7号就像如今的自己一样开始发疯 他甚至会用头撞墙 而男主发现了那片血迹 就是来源这里 看完视频后 男主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他开始认为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无声 一切不过是政府的谎言 但4号并不相信男主的看法 他只想结束任务后赶紧离开 就这样时间一晃来到了第93天 男主听到了北部哨塔失守的消息 他认为这依旧是政府的谎言 于是愤怒地把桌上的罐头 狠狠砸向了墙壁 可让他没想到 那只小老鼠正好在罐头里 就这样老鼠不幸进了上帝 干着死去的唯一的同伴 男主深受打击 他跑到了林中 结果却在这里看到了那头怪物 惊恐之下他用怪物的脚将怪物刺刺 结果他冷静下来后才发现 怪物就是披着兽品的7号 这让男主更加确信 无双并不存在 接着他就放出了电弓 让电弓告诉了他破坏防御群的办法 接着男主又说服了4号 让他和自己一起逃跑 一起安排好后 男主割断了电缆 防御群也被男主给破坏了 不过当他来到4号的哨塔时才发现 4号已经见了上帝 而就在此时 刺耳的尖叫声突然传来 男主的耳朵眼睛开始流血 此时他再想起了电弓的话 接着透过窗户 他看到树林中多架飞机正在攻击怪物 这时他才意识到外星人真的存在 自己闯下了大火 接着他还遇到了开车来找他的电弓 不过下一秒电弓就被一头巨型怪兽弄死了 男主是能先逃回了自己的哨塔 但防御群已经被破坏 男主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其实看完电影 花姐只想问一下 为什么不一次拍两个人呢 这样还可以聊聊天 队员也就不会孤单到精神失常了 好了 我是正在下20万粉纷的傲娇花姐 如果大家喜欢花姐的解说 可以关注一下花姐 我们下期再见 さようなら